你是完全理解 还是对他从来没有过期望 长相思大结局 是我看的最痛快的古偶剧大结局 谈见次赢麻了 关于长相思第一季大结局 站在不同的角度 其实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一季的大结局 小妖与涂山景的感情 停留在了两个人彻底分手 涂山景取了防风异应 并且一夜白头 折损了很多年的寿命 如果长相思只有这一季 那妖精CP算是彻底逼了 枪贤为了权势 他开始和中原的士族联姻 枪贤的第一个娘子出现 以后还会有第二个乃至第九个 心灰意冷的小妖 答应了风龙的求婚 两个人订婚的消息传出来后 不甘心的涂山景 他自认为没有立场去破坏小妖的婚礼 但狡猾的胡雀将这个消息告诉了防风贝 也就是香柳 香柳知道小妖不爱风龙 所以 她也在筹谋 怎么破坏小妖的好事 很多观众都觉得 如果长相思没有第二季 故事戛然而止 也未必是一件坏事 尤其是妖柳 CP粉觉得 涂山景优柔寡断 又脚踏两只船 这样的一个渣男 他不配得到爱情 如果他真的彻底出局 小妖再跟香柳进一步发展 最终是香柳与小妖一起退隐山林 也未尝不是一个好的结局 长相思播出后 很多观众很心疼香柳 她对小妖的爱 其实一点不比枪弦 涂山景少 而且 香柳每做一件事 都是站在小妖的角度 包括一命换命救了小妖 为了不让她有压力 香柳向枪弦要了一座山 明面上看着是交易 但其实 她只是怕小妖有心理负担 细数香柳对小妖的爱 真的是点点滴滴的 让人感动 香柳不会花言巧语 但是 她对小妖的爱 不但深厚 而且很实用 除了以心头血 让小妖起死回生 香柳还教小妖练剑 让她有了防身的技能 不仅如此 香柳还用几十年时间 搜集了各种材料 为小妖锻造了独一无二的剑 大大的提升了小妖剑术的杀伤力 还有资源将琴谷 转移到自己的身上 作为一个战斗力极强 而且树敌无数的男人 香柳这个看似不经意的动作 其实是很让人感动的 她是真的将自己的命 和小妖细在一起了 如果小妖有个不测 香柳是第一个被她连累的人 她的爱 从未宣之于口 但是香柳对小妖的爱 其实是最纯粹 最实用 最感动人的 这也是为何 很多观众 看了长相思第一季的大结局 觉得很痛快的原因 如果结局真的停留在这里 小妖和涂山景再无可能 小妖真的和香柳一起退隐山林 那也算是一个完美的结局吧 不管怎么说 长相思第二季还会如约而至 虽然观众要等待几个月 但最终 小妖和涂山景的误会 终究会解开 最惨的是香柳 她为了成全大意 成全小妖和涂山景 她选择以一种惨烈的方式离开 虽然她没有遗憾 但那可是九条命的香柳啊 她为小妖做了那么多 甚至还要在死后 抹去小妖有关她的所有记忆 想到这心口就很痛 太心疼香柳了 长相思香柳 是很多观众的一男评 香柳算是剧中的男三号 她的戏份比枪弦 涂山景都要少 但长相思播出后 九命香柳 却成了观众最喜欢的角色 就连演员谭剑刺的热度 也更上一层楼 谭剑刺演活了香柳 这个悲情又痴情的男人 谭剑刺诠释得相当到位 不管是香柳的哪一面 谭剑刺都演绎得毫无瑕疵 长相思中戏份排不进前三 但从造型 人设到演技 谭剑刺都与香柳非常贴合 她的演技也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长相思这部剧 谭剑刺算是一个大赢家 她不是男主角 但是 从热度到话题度 谭剑刺并不比男主角少 因为男配角而获得观众观 这对演员而言 也是形象和演技上的认可吧 不管怎样 为良还是期待长相思第二季 尽早开播 久命相柳 所求皆所愿 你也算无悍了吧 果不其然 防风被抢婚真的被安排到第二季去了 剧方真是聪明啊 这等明场面岂能不看 如此一来 期待值算是拉满了 只可惜 根据规定 大概第二季要等到明年才能播了 于是第一季的结局 就像一部作品被抢行腰斩成两波的样子 似乎就是为了不能集数太多 所以才进行的技术操作 枪弦被传位 香柳和涂山井碰面 于是他们正商量粮草和抢亲的细节 池水风龙理性地求婚了小妖 一切都在朝着高光时刻进发着 第二季肯定还会看 只是我们应该抱有什么样的预期呢 其实从二十八集开始 我就感觉这部剧的质量开始下滑了 收官后豆瓣终于开了分 虽然七点六分不算低 可总觉得若能一直延续清水镇的水平 高于八分应该不成问题 如果可以重组一下剧情 把开篇时上一辈的恩怨情仇 只通过清水镇说书的方式 简单介绍一下 效果更好 镜头切入后 直接是清水镇上的明小六 按部就班照着圆柱来拍就行 另外 第二季中枪弦的戏份应该再加一些 目前 奇谋略展现的占比不太够 我最怕的是 涂山景和防风依应他两对戏 大概是因为经常出场的人物中 只有这两角色用了配音 故此 与其他主角团成员 全部声音贴脸的情况不太一样 略微有点违和感 而且 防风依应的眼神 真的是飘得没边儿了 这两角色刚好在剧中能被抢行凑成一对 总感觉是命中定的缘分呢 与大部分涂山景 夜时期的粉丝不同 我反而觉得他和小妖分手的那场戏 有种大快人心的味道 所以在香柳舍命就小妖之后 他与涂山景 搂搂抱抱 说着大灰狼之类的话 真有点被恶心到了 连羊子都没 hold住这样的台词和剧情 其实我并不讨厌书里的涂山景 甚至觉得虽然妖柳很可惜 但妖景也是值得祝福的 但剧版的涂山景 没有给我这种感觉 剧本的问题有 编剧的问题有 导演的问题有 演员本身的问题更是有 没必要逃避去谈 小妖和其聪明的人设 居然真的相信香柳为了一座山 才答应救自己 即便没有这座山 他带着红江的兵也过得很好吧 虽然意义重大 香柳也完全不必在毫无情意的前提下 就折了自己一条命去救小妖啊 只能说香柳把一切的情感 都隐藏在了交易之下 并且隐藏得太好了 而且整个疗伤过程中 他心里是盼着香柳来 想着 枪弦找没找自己 对屠山景就顺口一提的状态 还有这个廉词 后面接着的内容 大多数为差一点就忘了的东西 猜测香柳要见自己就一脸欢喜 知道警示将自己送回就一脸失望 还在香柳躺过的地方 留下泪水 如此的铺垫 转头就汗湖亲亲我我 不是感很重 说实话 这也就是杨子来演小妖 换做其他女明星 若是把握不好 和众多男主之间的分寸感 早就因角色 同时脚踩几只船 被骂成筛子了 长相思为了能够避免 女主同时爱着几个男人的设定 枪弦的爱情拍得非常隐晦 多数以兄妹情盖过 还删掉了大部分小说里 香柳和小妖双箭头的情节 为了给官配腾空间 可事实是 剧版里小妖的爱情就是重叠的 她同时爱着很多男人 那是不同程度的爱情 根据爱情三角理论 完美式爱情需要同时具备亲密 激情和责任三种要素 对胡 小妖其实只有亲密和责任 那属于游伴式爱情 对香柳 小妖有激情和亲密 则属于浪漫式爱情 对 枪弦 如果非要将两者定义为爱情的话 那就是只有责任元素的空洞式爱情 对风龙 就是好兄弟 谈不上爱情 说实话 在如此的设定之下 与小妖而言最好的结局 便是去当继任的王母 独自美丽 而不是在周边的男人里 寻了一个次优选 关于小妖最爱谁这个问题 从始至终 我都没有改变过观点 枪弦对小妖 是一种比较畸形的爱 她俩的感觉 很像一起开公司的夫妻合伙人 不论是低后即视感 还是整夕都差不多 据版里 小妖目前还没往爱情那方面思考过 只当两人是兄妹般 不离不弃的情谊